哈囉大家好,我是卓宇璇Jesse 今天我要講的主題是 欸,它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女生說好可愛的屋中可能是什麼? 首先我想要跟大家講的就是女生 本來就是一個在表達上面會比較委婉的生物 我們沒有辦法像男生那麼的直接 因為我們會顧及很多人的心情 或者是當時大家的氣氛 或者是他說了那句話 是不是太直接是不是會傷人啊? 就女生本來小劇場就會多一點 但也是因為這樣你們才會覺得女生溫柔嘛 就是因為他的這份顧慮 有時候會顧慮到你的心情 然後就會讓你覺得 對耶,這是我沒有想到的部分 所以有好有壞 那我最近會想要做這個主題是因為 有一個男生來問我說 我的一個女生朋友啦 我很喜歡他 但是他跟我說我很可愛 這個是不是說我不帥呢? 是不是代表我跟他沒有機會了呢? 我覺得是要看當時的情況的 但通常如果我聽到他說你很可愛 至少不會是太壞的意思 不過你還是要根據你認識他的個性啊 或者是當時的情景來判斷 我沒有辦法說百分之百的話 但是我列出幾種女生會說可愛的無種可能 那讓你參考看看 希望能幫助到你們囉 第一個可能是什麼呢? 那就是真的很可愛 大部分是遇到 像是小貓小狗啊 或者是他很喜歡的類型的飾品啊 這種情況 那你看到他說 他說好可愛喔 那就表示他是真心的認為 這個東西真的會讓他覺得心花怒放的這樣子 第二個女生有時候說很可愛的時候 他覺得 呆得很好笑 但不到讓人家覺得很白目的程度 並不是字面上的那個意思 而是有別的意涵 像是你會什麼時候聽到呢 例如啦 我要找門出去 結果一直沒找到 這個時候可能服務生就會過來說 門在這邊啦 你怎麼會那麼可愛 這個時候的可愛是可愛嗎? 不是不是 他會覺得說 哎呦怎麼傻傻的 會讓人覺得哎呦好像幫一下你喔 又不會覺得 你真的是很笨 不會到那種負面的情緒出現 只會覺得好像有點蠢蠢蠢的樣子 這個也是女生很常講很可愛的時候 第三個可能是什麼呢 用討厭的意思 但也不是特別的喜歡 他不討厭 可是你要說他有沒有喜歡呢 其實也說不上 例如 我今天介紹了一個男生給他 然後我問他說 那你覺得那男生怎麼樣 你們第一次約會如何 他可能也會這樣 我還在看耶 但個性是蠻可愛的啦 那這句話是什麼 就是還沒有確定說 好像真的會喜歡上 然後還有點猶豫 但確定是不討厭的意思喔 所以聽到這個的話 也不要覺得難過 至少沒被討厭耶 第四個情況是什麼情況呢 化解尷尬用的 這種情況在什麼時候最常出現 我跟我朋友抱怨一件事情 例如 你知道我同事怎麼樣嗎 他忘記跟我交接 那我今天是要怎麼辦 然後他說 哎呦不會啦 他就那個人就是那樣嘛 就蠻可愛的啊 你不要太放在心上啦 這個其實他不是真的覺得他可愛 而是他這時候說了一個可愛呢 可以讓那個氣氛不要那麼的銳利 不要那麼的尷尬 不要讓你那麼的不悅這樣 所以他那個可愛等於是讓氣氛緩和用的 第五個就是最後一個囉 當女生覺得心動的時候 他會說他蠻可愛的 就是他笑起來很可愛 然後他上次跟我出去互動也很可愛 所以我覺得還想再跟他約會一次 這樣的話 這個可愛就是我覺得我蠻喜歡他的 可是因為女生要有矜持嘛 所以如果我直接說好喜歡他哦 人家會覺得我花痴 所以我就用可愛帶過 所以這個可愛後面可能帶過哪些優點呢 像是 哦我覺得那男的超性感 我不會直接跟大家講說 我想跟他上床 不會吧 你聽過哪個女生這樣講 頂多就聽到說 我覺得他長得很可愛耶 好這邊長得很可愛的意思就是 他是我的猜 像是各種這個時候的可愛都是誇獎 像是我覺得他當時為別人講話 這個事情我覺得很可愛 那個可愛也是會讓人家覺得好心動哦 好想當他女朋友的感覺 這個可愛就是前面那幾個可愛的意涵 可能就跟戀愛的關係沒那麼大 但這個第五個可愛啊 是你們最常遇到 但是常常會忽略的訊息 甚至會誤以為說 原來那個女生覺得我不帥哦 可愛不是代表你長得像黃金鼠那樣好嗎 重點是你也長得不像黃金鼠 你怎麼會覺得自己長得像小貓小狗那樣可愛呢 當然不是嘛 你應該稍微想一下就是別人 可能是覺得說 哦對你很有好感 但不好意思說 可以稍微體諒一下女生的不好意思嗎 所以當他那樣說的時候其實就是 哦對你蠻有好感的 以上就是女生說好可愛哦的五種可能 那希望大家格外注意最後一種 如果你聽到了是最後一種的可愛 要記得就是要看當場的氣氛 然後那個女生的表情 那個女生的語氣 大概就知道說那個女生實際上是什麼意思了 那萬一真的是第五個的話 不要認為自己沒有機會哦 相反的 你跟他有什麼的機會其實是蠻大的哦 喜歡我這次的影片嗎 記得幫我分享和訂閱哦 一定要打開你的小鈴鐺 這樣的話我出新片就會馬上通知你啦 那要是你有任何的意見想要告訴我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關於我的事情 歡迎去追蹤我的Facebook還有Instagram 好啦我是Joyce Renzi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